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款远古收纳框的简易教程 大的收纳框底部的编法和前面手势收纳和底部的编织方法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手势收纳和底部用的条是八股框的条 所以它只能拆成两条四股框的条 而大的收纳框底部用的条是十二股框的条 所以它可以拆成三条四股框的条 就这点不一样 其他的编织方法和步骤都是一样的 大的收纳框里面起底的时候比较宽 所以要把所有的条都编到均匀散开成圆形 会比小的难编一些 所以刚开始编的时候 中间的条就要慢慢的都往外面散开来编 中间的条尽量往四个角掰过来 这样慢慢慢慢的才能编成圆形 编到直径大概是十七厘米这样 就可以加条了 也可以观察两条之间的间隔 拿一条条条来对比一下 两条之间的间隔够加一条上来了 就可以分别加条粘上来就可以了 最后底径大约编到二十点五厘米就可以了 下面框深的部分和前面手势收纳盒的编法是一样的 所以直接到前面看手势收纳盒的编织较长就可以了